常注定的规矩 那个时候的生团 跟现在生团不一样 意识形态不相同 生活方式不相同 风俗习惯不相同 文化背景不相同 就好像法律一样 我们今天把每个法律搬到台湾来 是不是用的 不是用 能现在我们把三千年前 古印度这个法律 搬到我们现在台湾来用 当然不是用 这是同学们要知道的 但是他的精神是用 条文要修改 要修改 就像法律一样 过一些几年要修订一次 为什么修订一次呢 不适合于现代社会 所以要修订 这个戒律要修订 精神不变 他的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诸我莫足 众上奉行 这个是戒律 这个是戒律永远不能变更的建设 戒律传到中国之后 在中国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修改 是和中国人的 这个主持修改的人 不当大死 那马祖建丛林 不当立清规 清规就是戒律的 中国化 戒律的 本土化 我们使这个戒律的现代化 戒律的本土化 那么从这一次大幅度修改之后 每一个朝代 每一个寺庙 都做小幅度的修改 因为中国毕竟地方太大了 很多个省份 南方跟北方人生活习惯就不相同 所以必须要按照我们此地 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 来调整 来修定 我们一定要遵守 所以戒律就是法规 要在现在社会里面 像国家的宪法 法律 还包括 风俗习惯 道德观念 都包括在这个戒律里面 所以它的范围 非常之广泛 学佛的佛弟子 一定是奉公修法 决定不做犯法的事情 决定不做违规的事情 不犯法 不违规 心地很清静 生活就很快乐 所以讲 心安 理得 这个是真正的 吃惊 那么在戒律里面 所有条文都能够修改 都可以修改 但是有五条 叫基本戒律 千年万事 都试用 超过了时间 超过了空间 在三千年前试用 现在还是有 在古印度试用 到中国也试用 这就是五个根本戒条 不杀神 不偷盗 不淫于 不妄于 不淫求 这个是古今中外 大家都认为这是正确 所以这个五条呢 叫做根本戒 其他的那些戒条 都要随 这个时代 随地区 要来修理 才能够 使用 所以五戒是根本戒 使不受时空限制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 那么叫三 什么叫三五六十 三十三条 容易懂 戒定会三条 这个六啊 是比喻 譬如我们这个茶杯 这个茶杯如果有破损呢 水一装进去就漏掉了 我们就得不到 这个 这个 这个需要了 就得不到需要 漏掉了 服用这个笔 我们每一个人 真心 本性 本来居住 无量智慧 无量的德能 现在这个智慧德能 到哪里去了呢 漏掉了 从什么地方漏掉呢 戒定会的三样东西 没有了 所以它漏掉了 如果居住戒定会 就不会漏掉了 所以 这个漏啊 也就是烦恼的代名词 是妄想 分别 执着的代名词 这些东西 把我们的智慧德能 全部都露出掉了 佛教给我们 戒定会 这三种方法 可以 防止 我们功德的漏施 所以叫它做 无漏施 这三样东西 能够 恢复 自信 保全 功德 那么 由此可知 佛法修学的重点 就是 这三条 因此 世尊 耶生四十九年 所说 许许多多的经论 把它总归纳 不除 这个三条 佛给我们讲的 戒学 定学 回学 但是 诸位要想的 佛道领奖金 不是像在学校教学生 编定一个过程 这个岸部就班 来教学 佛不是 佛道领教学 是 应激 说法 什么人 向佛提出问题 请教 佛就给他 解答 以后 记录下来了 都成了经典 因此 他并没有 专门讲定 专门讲解 没有 我们现在 把它分为 三藏 这个分 实在讲 分得很勉强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 金藏里面 我们这个 楞严经是金 这三藏里面是金藏 所以是金藏呢 这一段是讲的戒律 可见的每一部经里面的戒定会三学都有 通通都去除 那么我们编这个三藏经典怎么编法呢 看他分量的多少 你比如这部楞严经 里面讲定的这个经文很长 讲戒律的呢 只有这一段不长 所以他讲定讲的多 我们就把它归到金藏里面去了 假如这部经里面讲戒讲的多 讲定讲的少 我们就把它归到律藏里面去 所以这个诸位同学讲的看经呢 你就看到了 经里面有讲戒律 律里面也有讲定的 也有讲会的 只是看他分量的 天中我们来分类 如果要是严格的分类